哈喽,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呆呆为大家带来的生存战争野人岛第106期 上一次我们做了一个新式武器弹弓 不知道小伙伴有没有玩过 对于杜央来说,我们的新式武器弹弓还是比较致命的 毕竟一个弹弓就把他给打死了 哎,威力实在是太大了呀 现在我们 哎 这,这不是野人吗 我们这是踏破铁蝎无秘处,得来全部费功夫呀 哎呀,我去 这野人也太黑了吧 哎呀,我,他干嘛打我呀 大哥 哎呀,两下就搞死了 对不起大哥 哎,前面还有一个野人呀 我今天是走了什么狗屎运了 没想到我们碰到两个野人 这,这不会是非洲野人吧 看的为什么这么黑呀 不知道呢 难道真的是非洲野人 算了算了 等我们回去睡一觉 明天再来看看 他到底是什么野人 据说这个野人可以驯服 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哇,这果然是非洲的土著野人啊 比我们以前看的这个野人黑多了 呃,这是一个男的 来,我们把这个野人驯服一下 哎呀,打得还挺疼的 哎哟,还敢打我是不是 来,拿出我的大鼓 听说我们用大鼓可以把它给驯服 哎呀 呃,好吧 一下子没控制住 把它给打死了 还有一些 把这些扔了吧 这是什么呀 姜块 哎哟 这个野人好像比我聪明一点 他们身上怎么会有姜块呀 不得而知 走走走 我们回家研究研究 这个姜块有什么用啊 好的,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边是一块姜 这边是一个水碗 让他们两个合在一起 可以烧一碗姜汤 肯定是驱寒的 由于现在我们没有高级锻造材 无法制作出碗 所以下一期 我打算去挖矿了 挖很多很多的铁矿 然后再做一个鼓哨 我们就大功搞成了